欢迎收看宅男的世界话题不设限 我们首先来看服务业现在的情况 消费者抱怨的方式 是不是越来越夸张 而且拉低了公民素质 这一会又有人拍到了 一名男子在石头火锅店 被油喷到了身上的衣服 当然是脏了 当然也生气了 可是没办法好好沟通 那么不断的骂店长服务生之外 还朝着食物上吐了口水 要人家吃 到餐厅用餐证明衬衫男 火气实在好大 居然朝着锅内吐口水 并继续对穿黑衣的店长连番咆哮 没有问题 我不爽啊 你沾到我身上啊 我一直沾到油啊 我倒是衣服我自己 要腾鞋都有 不爽啊 衬衫男疑似是不满 石头火锅爆香后 由油自沾到他的衣服上 一连教训店长跟另外两名员工 业者即便不断赔不适 骂人音量依旧很大 事情发生在29号 新北市领口的一家连锁的火锅店内 平常用餐人潮相当多 这吵闹声也影响了其他顾客 有人拿起手机录下全程 像我们还是就是希望所都可以提到 提供比较满意的服务 那在这个情形之下 还是要达到顾客跟员工都很满意 事发后业者低调不愿回应 但再看一次 客人指责服务生的种种情境 甚至还吐口水 即便是沾到油渍 这种反应未免也太大了点 消费者分明找茬 严重一点还有肢体冲突 店家为了息事宁人 都选择大事话小不提告 但其实律师表示 逼人下跪动手打人 店家都能告你公然侮辱 或者伤害罪 如果被骂甚至乱砸店内东西 店家求自保 民法还能够损害赔偿 面对奥客夸张行径百出 把店家的容忍当应该 最后可能吃上官司 而台中草屋到地上的坎灯 这个温度可能比滚烫的水还要烫 民众大概不知道吧 一个小女孩因为跌倒 手去碰到了坎灯 那一下子赶快缩了回来 可是已经起了一个好大的水泡 那么同时妈妈心疼得不得了 这是二度烫伤 为什么没有任何的警示呢 再回到现场来实测发现 那坎灯开灯十分钟 温度103度 有痛痛吗 有痛痛喔 小小首长被烫出 五公分长的大水泡 一岁半的可爱妹妹 拿东西都还要小心 不能弄破 睡觉也都要看着 妈妈看了好心疼 谁也没想到带小朋友去台中草屋道 开心散步 竟然会被灼伤 谢小姐27号下午 带着自己一岁半的女儿 来到台中草屋道散步 结果女儿不小心跌倒 摸到地上的地坎灯 结果造成她右手掌 起了个大水泡 女童马上痛得哇哇大叫 妈妈赶快到附近大楼 用水帮女儿降温 送到医院但还是造成女童二度烫伤 回来刚开始的时候是很小就没有 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变这么大了 而这地上的地坎灯到底有多烫 我们实际拿温度枪来测试看看 开灯10分钟左右 温度就飙到103度 比沸腾的滚水还烫 卖场制射LED灯跟卤素灯测试比较 LED灯维持在30到35度 卤素灯一开灯 温度急速往上升 一般会升到80到100度 女孩跌倒 烫伤起水泡的地面砍灯 在草屋道一共有7盏 相在草皮 最近的一盏地砍灯 一散步的步道不到20公分 现场没有围离也没有告示牌 任何警戒 草屋道属于市府建设局景观工程科管辖 地面砍灯出示了科长 搞不清楚是哪一款地砍灯 型号更不知道温度会到几度 等到灯具厂商到达现场 才知道是150瓦 市府承认食物师会加强管理 TVB新闻 陈其军 江俊燕 罗一新装学平台中采访报道 而这个女子呢 是忍痛花钱给自己换一张脸 她想要翻转人生 泰国女子说 小三呛她是个丑女 男友变心了 所以她干脆去韩国整形 变成了这样 非常的美丽 还因此创业成功 赚了上亿元 男友后来想复合 被她断然拒绝 精致瓜子脸 高挺鼻梁 还有一双会放电的水汪汪大眼睛 她叫做汪丽莎 来自泰国 自己白手起家创业 赚大钱 人又长得美 看似是人生胜利组 但来看看几年前的她 这是她的整形进化史 左上方18岁的时候 她遭到男友劈腿抛弃 还被第三者讽刺是丑女 让她一气之下 决定来个大改造 先在泰国动了整形手术 再到南韩 整了颧骨跟下巴 成功晋升美女行列 王丽莎回到泰国之后 做起冰淇淋生意 累积大笔财富 前男友后悔莫及 想跟她复合 被她断然拒绝 不过她不懂理财 太挥霍 才没几年 积蓄已经所剩无几 小富婆的生活 都是一场空 得靠自己的努力 从头来过 TVB新闻 电影中主角年过三十 还住在爸妈屋檐下 三餐吃家里 衣服妈妈洗 青春期无限延长 苦的却是老爸老妈 这个情况在台湾 算是稀松平常 不过在美国 这种人可是会被扣上 懒惰 还有啃老族的大帽子 但是过去十年来 越来越多大学生 还有已经出社会的人 搬回老家 他们不是心甘情愿 赖着父母 而是被逼得不得不回家 这些介于18到34岁 迫于经济压力 搬回父母家的人 被称作回力标识带 甩出去后 绕了一圈 又飞回来 根据美国普佑中心的调查 1940年代 经济大萧条刚结束 全美的回力标足 占同年龄层的35% 1960年代 是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 百分比下降到20% 但是2014到2015年度 又回升到32.1% 可见大环境变差 是年轻人大取回乡的原因 很多人到处投履历 却总是空手而归 除了工作机会少 美国社会观念改变也是原因 大学文凭成了求职敲门砖 很多人高中毕业后 就算没有钱也先贷款 念了大学再说 刚毕业就欠下一屁股债 就算有工作 恐怕也不够生活开销 像是这一名搬回家里的 大学毕业生 说以自己的月薪 得不吃不喝一整年 才能复完学贷 收入不稳定 让年轻人不敢结婚生小孩 也对父母的生活造成影响 除了经济上压力增加 有些父母还得延后退休 家人相处上也容易产生摩擦 社会学家表示 回离标现象短期内不会消退 还有可能演变成新的社会模式 社会跟家庭都必须做出改变来因应 像是社会应该抛弃 唯有读书高的观念 现在在美国当水电工 年薪可是比普通的白领阶级还要多 另外跟子女同住的父母也要学会不再包办洗衣煮饭清洁等角色 而是要求子女分担家务跟开销 或是跟孩子收房租存起来 当作日后的租屋基金 只要父母跟子女在生活上取得平衡 也许孩子搬回家住 双方都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911首次登上金曲奖 不只是金曲收视率最高点 吸引破130万人收看 痴情男子汉这首歌 也在网路写下4450万人次的超高点阅率 但其实他们还有另一首点阅率更高的神曲 我爱你 不亲亲才 讲讲的而已 我爱你 我也爱你而已 痴情玫瑰花网路点阅率5960万人次 但不说不知道 原唱其实不是911 而是他们 我要送你 从网路唱歌起家的胡瑞儿 杨玲 两人组团Under Lover 因为和911是好朋友 合作频繁 就连MV也经常共同入境 或许就是因为本土风格再加上国台英语混合 而且节奏刚好都还有押韵 毫无违和感 去注重说他的记忆点 在哪一首歌的记忆点 那我会 我个人的方法是 我会尽量的把旋律想简单一点 让家人上口 不论是Under Lover还是911 平均年龄都在25岁上下 本土曲风直白的歌词 成为新时代的音乐力量 在如今华语歌坛 虽然评价有好有坏 但不一样的声音 难说不是未来主流 TVB的新闻区 孟杰 郑一祥台北报道 韩星普佑天的性丑闻案 五个人说被他性侵害 今天晚上他要去警察局说明了 但其中A女虽然撤告 却上了媒体大爆料 找到普佑天性侵犯的受害女性 接受韩国媒体专访 想到当天情况 依旧心有余悸 受害者宣称当天生理起来 但普佑天不理会 坚持发生关系 事后却用敷衍了事的态度 面对他 让他心里相当受创 即29号出现第五名女性 指控普佑天试图性侵 警方现在开始大动作侦查 除了要普佑天道案说明之外 也将取得他口腔黏膜细胞 要和受害女性提出的证物 做DNA比对 即使性侵案件接连报个不停 粉丝依旧在网络上力挺偶像到底 但恐怕已经管不回 普佑天的形象 而菲律宾警察局最近涌入700名毒虫要自首 因为他们的总统杜特蒂今天宣誓就职 上任第一件事恢复死刑 然后说毒贩是可以当场枪毙的 大家赶快去自首了 菲律宾马尼拉市的警察局 被不断涌进的人潮给塞爆 这些全都是毒虫或者是毒贩 他们全都是来向警方自首的 盛况空前的景象 恐怕会让其他国家警政单位 羡慕到不行 毒贩和毒虫急着赶在6月30号 新总统杜特蒂宣誓就职前自首 就是怕新政府上台后的雷厉风行 自首的人一个个排队登记 按下指纹进行身份建党 然后一五一十的交代犯行 吸毒的人会被安排进乐界所 贩毒者可以获得特赦 但必须签下切结书 保证以后绝对不再贩毒 马尼拉市的警方表示 这段期间已经有超过700名的毒贩 前来自首 菲律宾的新总统杜特蒂 在竞选期间就发下豪雨 要在半年内打击犯罪 让菲律宾成为无毒城市 他也公开在电视上宣布 如果民众受到毒销的威胁 可以自己拿枪杀了毒贩 政府不会追究 另外他也提高了 弃拿毒销的赏金 独特地的铁碗政策 获得民众和警方的大力支持 从五月到现在的扫毒行动 警方至少击毙了58个人 但还有许多谋杀案 是贪污警察为了 湮灭和毒贩勾结的证据 而杀人灭口 现在整个马尼拉市 风声鹤唳 毒贩被抓到 如果不死 至少也得判个20年徒刑 据传马尼拉的大毒销 已经发出了5000万笔锁的赏金 约合台币3850万 要取杜特地的向上人头 而外套现在不只是外套了 美国加州新创公司 设计出的是自动烘干外套 里面内建两个烘干筋 按一下两分钟 把衣服给烘干 新加坡都有团队 设计出了按摩夹克 长时间坐在办公室里 让你腰酸背痛吗 新加坡有设计团队 研发出一款按摩夹克 只要穿上它 就能产生按摩效果 上班族体验完赞不绝口 这款按摩夹克内建气压装置 只要下载专属应用程式 就能透过智慧手机 来启动按摩功能 夹克内建姿势追踪系统 透过感应器能随时记录 使用者姿势变化 使用者可以从智慧手机 查看有没有坐姿不良的情况 就能够及时做调整 业者声称长期穿这款按摩夹克 不但能够放松肌肉 还可以帮助矫正 姿势不良的问题 这款按摩夹克透过USB充电 可以连续使用三个小时 外观看起来就像是一般的脸帽外套 让你坐在办公室 也能低调不引人注意的 享受止压按摩 有新闻综合报道 等一下一起看到的是 三岁小孩没叫保姆阿姨 这个保姆因此发飙了 呛家长家教不好 好来看合格的保姆 被指控殴打小孩和家长互抢 住宅内保姆独自一人 照顾两名孩童 三岁小男生进了厕所后 开始哭喊 厕所内传出巨大拍打声 男童放声大哭 没多久小男孩子爸爸开门回家 你又玩我啦 过来过来过来 你叫小汉不听话 阿姨要不要打你 保姆再三强调没打男童 但愤怒的情绪忍不住爆发 我承认我是保姆 可是我也是人 你是保姆 你今天这个样子就是不对 好 我不对 我承认我不对 你等一下 原来王姓男子 其来年约40岁的男性保姆 到家照顾两名小孩 对方在5月取得保姆症 本来以为一切正常 直到2号下午 孩童疑似遭到保姆标骂和甩巴掌 事后双方传检续沟通 没达到共识 结束聘请契约 有检视孩子是没有相关的一个伤势 但是我想当下的这个 保姆的这个情绪的起伏 以及他的声调 对这个两三岁的孩子来讲 一定会有一些恐惧跟担心 一般保姆分为到宅和自宅两种服务 得持有登记证 而到宅照顾费用会贵个三到五千块 引发正义的男性保姆 违反儿少权益保障和居家托育管理办法 社会局进一步调查 希望能够减少意外发生 TVN新闻杨紫义王百英台北测访报导 那你也不应该凶你 但你来看 为了凸显地球暖化多严重 一个意大利的钢琴家 他在浮冰上弹钢琴 旁边的冰山真的就开始 不断的崩塌落海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